如果高雄今天有这种户外的活动的话 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咯 因为高温的部分和昨天一样 中午可都是会在30度呢 中午感觉是炎热的天气 因为最主要呢 相对湿度是比较偏小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现在目前呢 从北到南现在阳光都开始露脸 天气晴朗 气温也开始上升了 中部以北现在已经到了21度了 南部地区 可是已经在25了 东半部地区阳光也露脸了 气温在21 外岛地区的马祖18 到了澎湖现在是23度 天气形态来说 和昨天一样 白天外出活动 可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了 再来呢 当然来看看太平洋上的两个台风了 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可以注意到第一个台风 在台湾的东方的外海了 还蛮远的 2000公里的外海 现在呢 是朝着东北的方向移动 未来的速度还是很稳定 每小时29 30公里 其实这对一个台风来说呢 是非常的快的 最主要呢 是因为北边的岛云 这个朝线拉着它往上走 当然相对之下 它的强度持续在减弱当中 没有影响了 再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台风了 这另外一个台风 现在有影响是影响到越南 因为它这两天都还持续在这个地方发展 那附近的海温是够 但是这日夜的这种阳光照射 跟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的强度在白天增强 晚上又减弱一点 目前来看 这个台风的走向来说呢 它未来会先往北一点走 再来呢 我们就看看台风路径图了 从台风路径可以注意到 它会先往北走一点 在南海上面之后逐渐在转东北东的方向移动 最主要呢 这个台风的强度来说呢 不会增强太多了 目前来看呢 苍宏台风还是会以轻度台风 到达将近中度的程度 接近到菲律宾 目前来看呢 未来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菲律宾了 所以提醒您 在星期五 你如果要前往菲律宾旅游的朋友 可要特别注意到这个苍宏台风了 因为它很有机会会登陆 目前来看 到了星期五接近 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要登陆了 到了星期日 五月十号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热带性地气压 通过菲律宾到达了太平洋 也就是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了 那对我们来说呢 它没有影响 因为最主要我们北方有个高压 高压的势力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使得我们的天气稳定 高压带下来也是属于比较干燥的天气 相对的是属于比较干燥 不会下雨 但是中午的天气 阳光日照之下东北风少 所以相对的就会比较炎热一点了 日夜温差也比较偏大 目前来看到了周五的时候 还是属于这种天气形态 到了周六以后开始呢 从北到南这高温可都会超过30度哦 尤其到了下礼拜一 从北到南可都会到达31度的高温呢 所以相较之下呢 好像已经梅雨季到了 但是梅雨封面 目前看来要到了五月中旬以后 才有机会到台湾上空呢 再来我们就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可以注意到北部地区中午的高温在27度 中午暖和 但是早晚要注意还是有点偏凉 早出晚归 骑车注意到保暖 到了中部南部呢 可是天气晴朗 高温部分可是到了30度了 中午炎热之外呢 外出活动还要注意到防晒 东半部地区倒是早晚云亮多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 云层开始减少阳光露脸 所以今天全台湾的天气状况来说 天气晴 温度高 小丁宁也要提醒您注意了 主要是中午暖 早晚凉 白天外出活动 注意防晒 现场交还给淑芬